自今年年初以来 比特币的生态和叙事 就随着BTC的价格徐徐上涨而热闹起来 而最近两周 比特币的价格达到了18个月来的新高 在昨天突破了3万5美元的大关 比特币涨出的水 易到了BRC20和Odnos 让压抑许久的比特币生态社区激动起来 币价自然也水涨船高 拿最有代表性的 Audi来说在10月里最高涨幅达到了30% 10月24日 Odnos创建者KC Rodamer 将V0.10 0更新和拼到Odnos代码中 此次更新被社区誉为有史以来最大更新 根据开发者HFJF 和创始人AdSange Formages Atradamer的解读 Blockbeats发现这次更新的重要功能有 批量名课添加原数据 名文编号终点 远程刻录命令 批量名课使用了新的指针字段 可以高效的再一次交易中 进行多个名课 批量名课的原理是 将所有的名课放入相同的输入中 并在输出中指定 应该名课在哪个位置 社区创作者通过创建一个 名为Batch YAML的文件来使用这个功能 添加原数据 在名文中添加了原数据字段 允许添加任何类型的附加信息 用户可以在名文中指定一个原协议 构建任何内容并帮助所引起区分不同的协议 名文编号终点 允许访问者在URL中按数字获取名文 远程刻录命令将资产刻在叙述上 将相应的ETHNFT 发送到远程刻录地址进行刻录 其中批量名文是最值得注意的功能 被社区开发者看作是 更新后的版本中最强大的功能 因为这将使地规名文的铸造成本更低 地规名文是今年6月 ONOS更新时解锁的功能 地规名文允许名文相互交互 从而实现新的用力 很好地利用了ONOS协议的可组合性 此外 新功能允许访问者在URL中按数字获取名文 也是令社区兴奋的一点 在此前的名文编号可变形之争中 KC Rodamer曾希望名文编号 不再在URL中使用 但这样的想法有消解名文意义的风险 因而引起了社区的强烈反对 最终KC对社区意见做出了妥协 名文编号成为社区公认的重要名文标识符 有趣的是 在一则庆祝可以再次通过URL的名文编号 直达所对应的NFT的推文中 KC的转发评论里 似乎还带着点无奈与耿耿于怀 我们最终屈膝了 比特币的构成单位是聪 每个比特币由一亿个聪组成 由于比特币的每一个聪 都可以被追踪和转移而聪的稀缺性和特殊性 可以由叙述理论家自行决定 于是聪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2023年1月21日 比特币开发者KC Rodamer 推出了Ordno协议 为聪提供了独特的编号 于是有了一种新的玩法 炒稀有聪 所以炒稀有聪是今年才开始的玩法 而10月23日推特网友Atl 发现了一个2014年的比特币钱包 该钱包中有1616聪 其中1615个是稀有聪 意味着钱包的所有者 在叙述理论推出前9年 就将聪与Youtso分开 稀有聪是在叙述理论之后出现的概念 所以很难理解这个钱包所有者 如何在8年前就有意识地提取稀有聪 社区把这个幸运儿成为时间旅行者 8年前默默收藏 历经比特币多次涨跌 等到Ordnos协议出事 稀有聪被发掘 曾属于这一个钱包 所有者的收藏偏好 忽然有了社区公认的价值 这件事情为社区 对比特币的信仰再加上了一个注脚 Ordibus创始人Achaf BTC 于24日早发布推文 宣布新系列Ordibus 3D将随机发射 这次3D新系列发布 使用了BRC69标准 该标准能够在链上实现完整的3D资产 BRC69由Luminex Launchpad创建 使用一种称为地规名文的技术 来优化高达90%的快空间使用 自7月推出以来 BRC69引起社区的极大关注 通过地规名文 铸造者只需要输入文字 而不用上传图片档 就可以在所有比特币NFT上呈现最终图像 基于此名文的大小将不会受到比特币区块大小4NB的限制 Achaf BTC在宣布Ordibus 3D的推文中 制作了一条视频 视频内容是今年5月份 以Generative BRC721发行的 首个NFT系列Ordibus发售推文 一个个3D Ordibus推开静止的NFT图片大门陆续降落 彼时的Generative BRC721通过纸上传特征再进行组合方式 而显著降低项目方和用户发行和铸造NFT时成本 但那只是一个开始 BRC69又给了Ordnose生态更大的想象空间 KOL-0X Wizard at Link Script Wizard提出了一个智力提议 他认为作为第一个 以及最广为接受的BRC20资产 Ordibus已经被认为 BRC20协议的Native Token 由于越来越多关于BRC20的提案出现 出于去中心化治理的需要 人们需要一种治理机制和惩罚机制 来避免中心化Indexer作恶 因此0X Wizard提出关于Ordib作为治理Token的提议 社区参与者可以使用Ordib对BRC20的未来提案进行投票 Indexer需要质押Ordib进行Indexing 同时获取相应的生态费用 如果出现错误或恶意的结果 将罚没有Indexer质押的Ordib 社区成员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Ordib唯一的出路 就是作为BRC20的治理代币 为Ordib赋能的同时 把BRC20未来的拓展打开 很可惜Ordib走了那么远之后 没有人能够完全接得住了 如果几个月前 Atom Data联合几个有实力的交易所 把BRC20协议到了 然后把去中心化索引作起来 BRC20和Ordib都会发展得比现在好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治理策略 为什么没有人推进 Ordiboss及DogePunks创始人 Achaf BTC表示 完全同意这个提议 不过很明显这种举措 不应该成为一种投机方法 如果能够找到平衡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BRC20叙述理论等基于比特币的协议 通过链上声明链下计算机制 为比特币生态系统的发展 带来了很多想象空间 但在比特币生态中 DeFi等去中心化应用的发展 仍然滞后 10月19日 BRC-100所引上线官网 据开发者AdMakail BTC介绍 BRC100基于Ordnose构建 引入了协议继承 应用嵌套状态机模型 和去中心化治理 为比特币区块链 带来了计算能力 使构建MDEX 借贷等比特币原生去中心化应用 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 BRC-100协议不仅仅是一个代币协议 而是一种应用协议 它是通过Uso和状态机模型 协议继承应用嵌套 内置去中心化治理设计 可以设计出DeFi SocialFi GameFi等去中心化 去信任 抗审查 无许可的应用 并作为对BRC-20的潜在替代方案 Casey Rodamer表示 RUNES这样的可替代代币协议 不会向BRC-20代币 会在比特币网络上留下大量垃圾Uso Casey提出RUNES协议后 在最近也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 Trek的创始人Bennie将其升级为了名为Pipe的另一个协议 已经不断有开发者加入开发发展很快部署铸造平台 都已完成开发 在社区看来 Pipe是RUNES概念提出后的第一个代币 也是Pipe协议第一个代币 具有其双重身份意义 甚至将其类比为BRC-20里的ORDI Pipe被看作是BTC生态 即ATOM后的又一大热叙事 在9月铸造只需要0.125美元 而现在则涨到100美元一张 有意思的是 Pipe生态团队更是曾在线上直播写Pipe钱包代码